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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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明镜 先来欢迎姐姐 欢迎如瓶 欢迎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邱如瓶 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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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藏菜會種到暗好 暗感疼 暗好生 所以就在同時告訴他 他要挑藏菜的好生 流水的關聯 水的重要性是什麼 因為豆芽菜 它跟一般的蔬菜不太一樣 它是離地栽培 離地栽培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像我們的水果 還是我們的蔬菜 它是直接碰到我們的大地 有我們的土壤 對 可是豆芽菜它是離地栽培 我們是利用貨櫃 用密室的空間去做栽培 密室 對 所以說它的營養的來源只有水 只有水可以攻擊它長大 所以水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營養的來源 我們是用山泉水 所以泉水裡面有它的微量元素 就是礦物質 所以才會吃起來比較甘甜 可是一般有的市面上 它可能是用自來水 可能是用RO 對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你看RO它是逆滲透的水 那這樣聽起來感覺RO會 就是它也有 應該有另外一種好處才對 可以講一下這個不同嗎 RO它不是不好 是因為它太過於乾淨 所以它種出來的芽菜 會少了這一個甘甜味 它少了礦泉的這個 礦物質的這個甘甜味 對 了解 然後有的可能用自來水中 可能就會有我們坊間 可能會有綠的味道 就會有點點就是草腥味 所以其實你都不可能是有那種豆芽菜 吃到有一種那種草的味道 或者是有人說有消毒水的味道 對 沒錯 那個就是因為用自來水種出來的 對 沒錯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綠的存在 對 喔 所以山泉水可以提供 對 還有很好的營養 對 所以讓它可以長得好吃 對 然後甘甜 對 又比較健康 又比較健康 吃起來比較 吃起來比較單純芽菜的味道 不會有其他不一樣的 外界不喜歡的那個味道 喔 但是因為它 東東芽菜像是 我很喜歡吃的木素芽 對 木素芽它大部分就是會爽生 就是會打槍生 可能包個吐司 或者是包個什麼食物 手捲之類的這樣子的吃法 那它是生吃的狀態 不過呀 山蠢水啊 山泉水它就是來自於大自然 那大自然的水你就要可能 因為暴露在我們的大自然下面 對 它的水質雖然懂搶你 不過嚇到敵度可能有一些 你知道微生物啊 畢竟它是暴露在外面的 對 那這樣子 豆芽要生吃是不會有疑慮嗎 我的疑惑是這樣子 我們在取泉水過來做灌溉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濾跟殺菌的動作 我們有用九層的食銀砂 還有用紫外線殺菌跟臭氧的殺菌 讓它的水其實是非常乾淨的 對 而且我們就是有通過有機認證 我們每年在複查的時候 是那個水是要送去檢驗的 喔 對 所以其實水 雖然那裡是太雖然的水 不過剛剛有經過說什麼九層 對 九層的過濾 對 就是食銀砂的過濾 食銀砂的過濾 對 它可以過濾很細很細的雜質 對 所以它這樣子的方式 會鼓勵啊這個三層水 可以把一些雜質過濾掉 但是營養卻還留在裡面 對 水的營養很流到底度 但是我會討論這個芽菜其實是很難照顧的 就是因為比如說好 我們就像買一般的豆芽菜 買一種比較好的 可能不用到便宜 過沒有多久就壞了 就臭了 那我想在照顧的部分一定更難 所以現在來問一下正光 聽說你也是很認真的在幫忙家裡 在照顧那裡 對 它的照顧有哪一些比較困難的部分 像簡單來說 我們有分苗菜跟芽菜 苗菜跟芽菜 對 像豆苗的話 它就是在密閉是它從幼苗的時候 就要在我們的一個 脆芽室裡面待 它要待差不多五天到七天 就是從種子 就要待在脆芽室裡面 然後等到它一定的長度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曬太陽 給它見光線 難怪 因為很小時間 很難有一小盤的 那個自己種豆芽菜的 對 還是木樹芽的一個栽培盤 然後我媽媽就不會老家 以那個木樹芽的種子 撒下去之後 然後就空都給家裡帶它 對 最陰暗的角落 對 不能見光 對 然後等到它出來的時候 就要曬太陽 給它見光 所以會有葉綠樹在 對 對 所以其實催芽的部分 也是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接下來在這個孤孤的時間 是不是全部都要用人工的方式 對 像我們可能撒種 我們可能先做土 因為我們土可能是 德國有機土 然後加我們的燙化稻殼 燙化稻殼 對 對 我們就是去混合 然後做一個就是塗染 然後它們就 種子就直接 鋪上去上面種 對 然後我們就放在脆牙室裡面 對 所以像比如說 你去辣包買的那個 那個綠豆芽 那個綠豆芽的豆芽菜 它可能辣包會有一些綠色的那個 那個綠豆的豆殼 對 對 那這個是應該要去掉的嗎 對 像我們 綠豆芽的話 就是我們採收 我們是從密地 是採收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用清水洗 清水洗的時候 我們就會經過 三到四道的清水去洗 把它的殼洗掉 還要經過三到四道的水 他洗 這樣洗的槍 但是它豆芽不是很脆弱嗎 我們有一個藍子 我們可以就是一個容器去洗它 對 讓它的殼會流掉 然後我們會有經過三到四道的 水去清洗 所以 洗出來的綠豆芽 它是殼跟 豆芽都分開的 對 故事我們還有一種問題 就是那個 你剛才說的 那個豆芽菜買回家 很容易就壞掉了 對 那尤其是在你們生產端 那裡會掉下去 保存它後 要讓它維持在最新鮮的狀態 那你們 那樣要保存 那裡會有藍子 像綠豆芽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喜歡的芽菜 我們會冰鎮 就是我們會用冰塊 去冰鎮芽菜 讓芽菜 能夠 降低它的生長速度 要冰鎮 對 要冰鎮 它降低生長的速度 然後它變成 口感會有脆 跟甜度保留 原味這樣 喔 對 冰的那個溫度 是不是也不能太低 太冰它可能就結凍了對不對 對 我們是用冰塊 冰塊 對 冰塊去冰鎮它 了解 對 冰鎮 好 今天我們會介紹 好 我們會做 風液盤 是 紫高麗菜的 鐵鎮 那今天 鎮光跟乳品 還有幫我準備的 手捲的部分 那可以 麻煩鎮光 幫我包手捲 哈哈 我們會先來 這個 高麗菜 高麗菜芽的 有一點苦苦的味道 對 可是我從來沒有 它還是有高麗菜的味道 對 它就是紫甘藍菜 紫高麗菜的種子 去發的羊 好浪費喔 紫高麗菜可以長出 那麼大一顆 然後你就這樣子 一小把 這有多少顆高麗菜啊 可是就是 可是你這樣子吃的話 你就把整顆紫高麗 它的養分都吃進去了 哇 對 而且它是紫色的 紫色的蔬菜 所以它除了 是十字花科之外 它還有很豐富的花青素 因為我們平常 對 很少 我們必須吃到 紫色或者是 紫紅色的蔬菜 水果才有花青素 對 可是你吃這個芽菜 你吃一小把 其實你就吃進去很多的 紫高麗了 而且花青素 對 是一個非常好的 抗氧化的一個成分 對 沒錯 好 等一下有 跟比較多的好味道 可以和大家的分享 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大家收看 福氣來的節目 我是眾人群阿群妹 今天這節目在錄 可以和大家來相見 在美麗斯坦的 柔宜的芽菜農場 走到中東東 沒有香檸品種 沒有香檸種類 可能有道路 那不有糖果 沒有坑果的芽菜 有 現在阿群妹的小豆 會親好的 試吃時間 哈哈 跟廣告的時間 正光同樣 擁有的芽菜 保養這個 很棒的這個手捲 然後現在阿群妹的小豆 就先流 裡面滿滿的很紮實 空水都要流出來了 好脆喔 好脆喔 要一粒薄的嗎 像手捲裡面的部分的話 它裡面有木樹芽 跟豌豆苗 還有我們的 子高麗芽 還有五穀粉 我們自己調配的五穀粉 五穀粉 對 芝麻五穀粉 還有我們的紅蘿蔔跟蘋果 好好吃喔 對 所以裡面我們芽菜很紮實 所以吃起來很爽空 對 而且非常非常的脆 它微調配的那個豌豆苗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記得我吃豌豆苗的時候 是我去吃牛肉麵 一間連鎖的牛肉麵 好 然後上面都會放一些芽菜 然後它會淋那個熱湯 把它有點焦熟的感覺 對 但是我小時候好害怕那個 豌豆苗的味道 豆腥味 對 它就是有一個 懂情趣很明顯的 這種沖爽了的那種 豆芽的味道 那我每次都偷偷吃給我媽 因為我不喜歡吃那個 豆芽菜的味道 但是 芽菜跟那個是爽的 跟那個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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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只是有一種 豆 豌豆的那種清香 它沒有到讓我覺得 好像沖上來非常重的 那種豆腥味 甜豆奶有濕豆豆 豆奶還有 剛剛那個 鄭光說的你有加五穀粉 對 還有加蘋果 那種甜甜香香的味道 對 對 但是 Tayona它一部分 好像就是生吃 對 一般來講大部分都是生吃 那它可以煮熟吃嗎 它也可以熟 但是我們都通常會建議 因為我們吃芽菜 是要吃它的酵素營養 酵素 芽菜裡面有酵素 對 因為它是在發芽的那個瞬間 它的能量會轉換 就是會有很多的酵素 那酵素它是最怕溫度的 所以你如果今天用高溫去 可能穿搭還是快炒的話 酵素它就是濃度就會降低 酵素的濃度會降低 所以盡量能夠生食 當然是生食是最好的 而且其實生食可以讓 不怕那個酵素感 含比較脆 含比較甜 對 如果你經過熱水 或者是溫度去煮它 或者是讓它泡過熱水的話 它那個脆的口感就沒有了 對 就會稍微降低 對 就會減少 而且營養也會減少 不是啊 像我剛才講的 藥蔥輕量會上升 那既然要生吃 我們當然就要吃最新鮮 而且薄膚清厚 所以這個清厚的 這種豆芽菜 因為畢竟 有會上升的東西 對 所以來自百壽有機農場的 你看 有過濾過三泉水 中泥 皮溶泥 那些藥蔥 是不是吃起來就會比較安心 好 薄膚清厚就會來同參跟他來講 你請品頌是請吃水 請吃昆土的六條藥的豆芽菜 我給大家看一下 鄭光跟如瓶帶來的這個豆芽菜 你們的豆芽菜 它看起來好健康喔 對 它不只是 它好像沒有外面的粗 但是它感覺它是 你看 它是很硬的 很紮實 很脆的 超級紮實 然後可能這樣一折 它就斷了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我一定都不會看到的六條藥 不會這樣 因為我們 我們在種的時候 完全是用有機栽培 它是只有靠水長大 沒有再添加一些 所以外面可能俗稱的可能 就是荷爾蒙 就是植物性的荷爾蒙 讓它會長得比較粗壯 生長激素 對 所以外面的六條藥 會加那裡有生長激素 還有膨脹劑那些 膨脹劑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加膨脹劑 因為它的綠豆芽它會碰起來 它就是在栽種的過程中 因為他們外面種的話 可能沒有一些技術層面 所以他們要利用藥物的話 藥物的控制去 讓豆芽菜長得比較大 比較長 讓它的分量會比較有量 對 比較大比較長 說到這個 它沒有很強耶 有點短 你知道有一道料理 叫做什麼銀芽 要塞到什麼東西裡面 你們家的可能會塞不進去 因為太短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長短 因為我們綠豆芽的話 就是剛才姐姐說的 怎麼只有靠水去生長 像裡面的話 綠豆芽生長過程中 裡面貨櫃物是密閉式的 它因為要水溫的控制 跟溫度的控制 對 所以會影響到它的豆芽 會影響到它的長它的長度 或長短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長度 會給吃鹽 對 最自然的生長的長度 對 對 像一般 像我們的綠豆芽它是 是種到好的綠豆芽 就是身體的 身體的長度跟跟的長度 是一比一的 身體的長度就會壓解 對 壓解這一節 這是身體的長度 對 這一節是跟的長度 對 就是 就是正常的話 就是要一比一 原來是這樣一面 一板Lenovoi Kanto的那個 後面的跟 跟都不見了 對 它就把它去除掉 跟都只有一點點 然後只有這段就很長這樣子 大概有這麼長吧 對 對不對 多了三分之一的長 對 所以其實正常的芽菜 應該是這個長度的 對 跟虛根的 跟這個根的芽 這個比例 對 都一樣 應該是這樣才對 一比一的比 韓國前一部的韓友 看到新聞公司 也要挑藥菜 有放漂白劑 我想說 為什麼豆芽菜 要放漂白劑 因為他們種出來的話 他們是會黑根 他們會黑會爛 因為他們就是 在栽種的過程中 有放藥 讓他們的那個豆芽 比較美觀 就是比較吸引客人 會去買 所以它叫漂白劑 讓它感覺就是 很光澤很鮮亮這樣 比較白 對 比較白 所以其實外面的豆芽菜 可能 雖然它很便宜 但是它卻加了 對 加了很多東西 對 然後我剛剛 你的大腔生 就生吃豆芽喔 我吃到甜甜的味道 而且是 上面的那個 豆的那個味道 也還在 可是都完全的 就會甜 而且完全沒有 沒有菜的味道 沒有菜的味道 所以這就是 你看山泉水 中村來的豆芽 咬到芽菜 大腔生 車架生 都會覺得是好吃的 對 一般我們可能不會想 把綠豆芽生吃 對 一般 可能外面的豆腥味會很重 對 豆腥味會很重 那接下來 今天 如瓶跟正光含有 待會在家中 董體片的糖 如融色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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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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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怎麼可以做成豆芽 而且它好可愛喔 它是胖胖的 這個是反調 反調 可以吃嗎 可以 對 怎麼會想要 就是發展出 這個我從來聽 都沒有聽過的 花生芽 你可以先吃一口看看 它有很香的 花生的 清香味 而且它很脆 真的 而且 這是好吃的耶 對 這個因為像跟黃豆芽不一樣 黃豆芽它雖然也可以吃得到 豆的那個口感 所以我很喜歡吃黃豆芽 但是這個豆的口感更重 對 它比較脆 很香 對 而且它因為它的芽菜比較胖 它的芽長得比較強壯 所以它吃起來是 動脆 動好色 這個如果放到那種 手捲 不管是海苔包的 或者是剛剛那種 潤餅皮包的 對 那個脆度的口感超棒的耶 就可以加分很多啊 就是已經脆到 有點像 壁脆的那種脆度囉 對 對 所以這個范條芽 應該全台灣沒有多少人有種這個吧 對 這個目前是很少農場在種這個 因為它栽培非常不容易 我們這個花生是選自花蓮鳳林鄉的花生 對 然後我們花生收購來之後 我們還要做很多道的挑選 把品質不好的花生人去掉 因為花生我們都知道它很容易感染黃蛀毒素 對 很容易生病 對 它只要一生病了 它的胚胎 胚芽就不能夠發芽 胚芽就會反黑 所以 對 你吃豆芽這個有發芽的花生 例如 泡芽的 所以它是絕對不會有黃蛀毒素存在的 因為如果有 它就不會發芽 它就不會發芽了 對 沒錯 對 所以跟我們 我也可能以前會覺得說 好像發芽的花生 因為那種不得生 其實是可以吃的 其實是可以的 原來是這樣 對 而且發過芽的花生 它有很豐富的白梨乳醇的這個養分在 再說一次 白梨乳醇 白梨乳醇 對 的養分 對 這個養分它對我們的就是 心血管很好 然後它有抗氧化的功能 對 所以好神奇喔 你看它有抗氧化的養分 本來它可能沒有一些營養 沒有一些酵素 但是經過發芽 包藏的抗藏的抗藏 像綠豆芽它本來沒有維他命C 對 但是它因為發芽的過程當中 對 它的維他命C的成分就產生 就很神奇 對 所以其實你看吃這個 你看種子長大的過程 吃這個菜苗的寶寶 吃這個芽菜 是最營養的 古索瓦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要和大家分享 好 歡迎大家又看到福希來的節目 我是喜歡阿群妹 剛剛有色列嗎 那個東西 好色列 六條牙 韓國繁條牙 很特別的繁條牙 韓國繁條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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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糖果不再沒有色果的 叫做青花椰菜 花椰菜牙 對不對 這髮菜的牙 沒很大聲喔 對 那它有什麼樣不同的營養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看它的外觀 它有很大聲 它看起來就是木腹牙 我分辨不出來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青花椰菜苗 它跟木樹芽要怎麼樣的分辨 那它有什麼樣的營養嗎 像青花的話 青花苗它也是十字滑科的 可是它的口感吃起來有點像 芥末的味道 就是有辛辣辛辣的味道 真的耶 對 像它也是十字滑科 像它裡面也有含維生素 裡面也有含一些鐵子蓋子都有 對 然後像它這個的話 比較適合打汁 打汁 因為它會有辛辣的話 可能一般的人會 比較怕辣的話 它就會加一些水果下去打 像外面所說的金粒湯這樣 金粒湯 對 金粒湯就是可以加這個 對 加一些花椰菜苗 對 哇 真的是有花椰菜的味道 跟木樹芽 是魚肉的味道 是那個完全沒有 雖然外表有點像 但是吃起來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這個青花椰菜 它會有比較濃烈 比較心嗆的這種味道出來 對 那除了你看很特別的 飯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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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青花椰菜苗以外 其實還有一種叫做 發芽黃豆跟發芽黑豆 今天也有帶來 為什麼這些黃豆跟黑豆 它本來就已經很營養了 但是要經過這個發芽的過程 為什麼 對 因為一般的人 一般的黃豆的話 像以外面的 外面來說 早餐點的黃豆的話 他們可能都是不會發芽 再去打豆漿這樣 像為什麼發一點芽的原因 是因為它發芽的 有些的通風的患者 他可能沒辦法吃芽類 因為它的普林會太高 普林會太高 對 會太高 所以說發一點點芽的黃豆 它的維生素會轉為胺基酸 所以說這對我們人體是 比較容易吸收的 對那些通風的患者來說 它是可以接受的 好好吃喔 對 而且我想這個 應該也是跟花生一樣 它一定要是很好的豆子 對 要很好的豆子 要有篩選過的豆子 它才會發芽 對 那我們的發芽的話 是也可以打豆漿 或者是說你煮飯的時候 可以加一些下去 跟飯一起蒸熟 變黃豆飯也有 對 或者是說我們也有做 黃豆的饅頭 都有 還有饅頭 對 然後就是我們的豆漿 就是打起來 打豆漿的話會比較濃醇 所以 花花芽的蒙特味 早點拿來煮豆翻滴度 要早點拿來 你看大條 而且還不用擔心普林值太高的問題 對 因為它有種氨基酸 是對人體是 比較容易吸收的 對人體是好的 對 那發芽黑豆呢 發芽黑豆也是 因為它裡面 像發芽的話它有黑色素 它也是對人體很好 像它這個的話 也是我們也可以拿來做料理 也是像可能打豆漿 黑豆漿 黑豆漿 對 或者是我們煮一些 五穀雞湯的時候 他們可以加下去煮 對 可以下去燉五穀雞 都可以加下去 對 然後你們還自己發展的這個 發芽黃豆和發芽黑豆的這個 而且是自己 聽說材料都是你們自己來的 對 我們的材料是我們自己 自己的黃豆去請廠商代工 然後就是去做我們的饅頭 對 像黃豆饅頭跟黑豆饅頭 黑豆饅頭的話 就是裡面有加枸杞 可是黑豆饅頭的話 我們是沒有加熱衡的糖 就只有純麵粉跟我們的黑豆 還有一些枸杞 對 五穀雞湯 對 五穀雞湯 所以吃起來是很養善很健康的 沒有負擔 竟然 對 有沒有糖的饅頭 感覺就是不好吃 沒有啦 那是吃起來 味道就是 有原味 有原味的味道 食物的原味 沒有 我覺得 裡面它裡面加了一些五穀雞湯 好像有吃到像是南瓜籽 還是那個向日葵種籽的那種 豆豆的感覺 對 豆香 然後還有枸杞 其實不要小看枸杞 枸杞它是很多料理甜味的來源 對 對 對眼鏡很好 對 而且它又有營養 好像 很像飯仔在旁邊 從飯仔在旁邊 從飯仔在旁邊 拿來做這個 饅頭 對身體空間更好 對 對不對 那除了 剛剛講的這麼多種類的 豆芽 還有另外一樣產品 叫做豆芽 對 豆苗 今天也有帶來 這個桌上的這一道是什麼 什麼豆苗 對 這個的話是 蘿蔔茵 紫蘿蔔苗 紫蘿蔔苗 對 紫蘿蔔苗 它也是會有一點點辛辣的味道 嗯 可是它也是十字滑咳 可是它裡面 有含維生素 A跟E跟C 對 然後它呢 它這個 因為比較有辛辣的話 它就是 一般人回去也是打字 喔 真的是有辣 有辛辣 像吃蘿蔔泥的味道 這真的是有辣 所以就是要 就是有些 有些小家庭會帶回去 汆燙過後 那我們可以淋一點油膏 炒個一點香油 就可以吃了 我覺得這好像很適合拿來做 就是調味的 對 搭配的一種東西 它感覺跟 鹹豬肉搭在一起 很好吃 對 很過味 跟生魚片也不錯 跟生魚片 因為它也有一點芥末的 嗆辣的味道 對 跟生魚片也很好 對 好特別喔 但是其實這種 豆苗跟豆芽 中間縫範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對 一開始有講到這個是長在土上面 對 然後你們的土是德國的 有機土 跟碳化稻殼 碳化稻殼 對 碳化稻殼在土裡有什麼作用 它是幫助濾水的作用 對 像我們的豆苗 它雖然要濕 可是它也要乾 它不能一直 要濕又要乾 它不能一直积水在土壤裡面 如果它一直积水太多的水的話 它會飽和的話 它就會不會長 會反而爛掉 所以它就是要讓它喝水 可是也要讓它濾水 所以碳化稻殼就是一個 很好的幫助濾水的作用 對 對 所以氣勢啦 氣勢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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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的種子的來源 因為你們都只是種到 豆芽而已 豆苗而已 對 那它就可能被吃掉了 當然就不會有 繼續有種子的產生 嗯 所以我想要 怎麼會贏到它 對那一片來的 我們種子目前 大部分還是依賴 國外的進口 嗯 對 但是我們進口的前提是 我們一定要選用有機的種子 嗯 再來就是它的反而率要高 然後因為我們也想要推我們 在地的種子 所以我們目前有 像你剛剛吃的花生芽 還有那個花芽黑豆 這個就是我們在地台灣的種子 台灣的 對 對 所以先試了一段時間 用動作拼著後的飲 對 那現在的漸漸的Mation 而永遠在台灣採集的農產 對 對 沒錯 用自己台灣在地的農產 其實苗布卡中 青蛾青蟲長久的時間 差不多有多久 從爸爸那邊經營到現在 嗯 我們從89年開始 到現在 美國89年 對 美國89年 豆芽哈 快要 十來年了 哇塞 十來年了 暗蟲的時間 嗯 那種子 你看中亞青蟲 感覺起來 在十多年前 聽起來它就是一個 價格很低的東西 對 對 因為豆芽就是好像水處可得 對 獅蟲一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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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能不只是吃 可能 會拿來DIY拿來做一些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作品 讓可能 可能一些親子來啊 他們來農場可能 走的時候來玩啊 玩水或者是說 可以來看看我們芽菜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的豆芽 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DIY的活動 對 所以這個DIY 我有點看不太出來 它是把 用豆芽來拼貼嗎 對 用種子 對 用種子來拼貼 每一顆每顆種子拼貼 對 所以其實很特別 因為 很像是一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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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� 我記得要挑牙和挑妙有當多重無Q的 重慮和當多重無Q的失敗囉 好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 等下停在暈通神山 來好好暈通一下囉